我們繼續《QQEpic》第十一發言例版的故事 這個故事也很長 之前我們說要整個方舟,他們就整好了 這裡就說,他上了船,然後關上門 船填鋒的功,還有一個船夫 船夫就是Pussu Amuri,這個名字 有船夫上去駕馭水上的舟 他廢棄了,放棄了他的功殿和財產 黎明的光出現 他們看到一朵烏雲從天邊升起 雲中有雷神,雷神 在米索不達米亞的雷神就是阿達 A.D.A.D.A.D. 他就是那個風雨神 在加南地 你記得嗎? 誰是風雨神? 就是巴黎 所以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風雨神 但是他做的事也是一樣 因為他是管風雨的 就是刺風雨的 所以阿達就在打雷 然後有些小的神 在他前面前行等等 前行好像很打仗一樣 這些宇宇就來到 然後把其他神的蹄壩撕毀 米索不達米亞是一個平原 很多時候那些農田就會有一些水道 是人工整的 要擋住水 或者把水引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些蹄壩就決裂了 然後把蹄壩都破爛了 開始有洪水來 然後有另外一些眾神 這些叫做阿努納 阿努納 他們帶著火具來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詩異的妙術 其實有雷電來近 他們帶著火具來 這些閃光就點燃了大地 阿達的大能就傳遍朱田 本身是光明的地方 他都變成黑暗 這裡好笑 一邊打雷 說有光 有雷電 但是全部東西變成黑暗 全部東西開始變成混沌 他擊打大地 好像將窩打裂 雅窩 一日之久就暴雨暴風 這些飛快的催淚 洪水也湧來 好像戰士一樣 去到掠過這些人民 因為落大雨 傾盤大雨的緣故 那些人都見不到身邊的人 彼此不能看見 即是你見到他們的描述 描述到那些水 那些雨是多麼大 這個時候 將鏡頭 從地上 轉到天庭上 這些眾神 眾神領 因為洪水而懼怕 他們往後退縮 直奔到天庭最最高處 就是阿努 阿努 就是Sky Guard 就是天上的神 這些眾神被描述成像小狗 很害怕 就是蹲在外面 這個Ishtar Ishtar 就是其中一個生日的神 生日的女神 她就好像分面的婦人 在佔叫 很痛苦 聲音甜美的另外一個神 就是貝萊特 他就大聲地來去生日 本身是一些很美好的 很好聽的聲音 但是因為暴風雨來到 大洪水來 連那些眾神都買它怕 他們都很害怕 都管不了 都搞不定 哪一天 會否化成無有 化成烏有 那些神就在那裡 你就可以想像 眾神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吵架 也好 在那裡投訴 也好 在那裡申訴 也好 之前你記得 剛開始的時候 他們起誓去降洪水 要去消滅人類 所以 你可以在那裡想像 每個人在眾神 在天上 縮上去 很害怕的時候 他們在那裡叫 為何那天 我在眾神的會中 說出惡言 即是肯去 同意 去到有洪水 現在不單是人死 現在我們都害怕 我們眾神都害怕 我怎會在眾神的會中出惡言 又要致命地攻擊我們的人民 等等 所以大家就很害怕 看到下面什麼事 就好像那些魚 那樣的產卵 就是 偏滿了大海 即是那些人都死了 偏滿了水面 阿魯拿眾神 就與他同哭 即是那些神都害怕到一個地步 他們都做不到任何事 然後一路只是哭入 因為他們都搞不定洪水 六日七夜 然後風吹著 有風 然後洪水暴風 就把大地移為平地 到第七日 洪水暴風和洪水 就停了他的毀毀 他們發起的 就好像一場生死的搏鬥 大海現在平靜 風雨就停止了 洪水也停止了 我觀看天氣 即是說回船上的角度 剛才說到洪水來到 人很多被毀滅 然後在天上 那些眾神縮上去 因為他們搞不定洪水 他們被威脅 然後他們很懼怕 現在在說船 在船上 我觀看天氣 就是說Unappish Team 就看到直靜一片 全人類變成黏土 因為個個都好像棵一樣 死了 地景平坦 然後我打開窗門 日光照在我的臉 然後我就縮住 因為我都很害怕 坐在哭泥 然後淚流滿臉 我就看到船去到哪裡 我記得當時的世界是平的 他們的宇宙觀是平地 去到世界平地的邊緣 你記得我講過巴比倫平面的地圖 去到邊緣的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宇宙海 Cosmic Ocean 已經是地的極處 接釀著大海 The Sea The Ocean 然後有幾長 十二倍的六十里等等 不同的單位 都是六十進制的單位 然後看到一座山升起 船就停在Mount Nimush上面 然後牢牢停在山上 或者山區裡面 不准船去到動 Mount Nimush 就不是創世記講的Mount Ararat 或者Mountains of Ararat 山區 阿拉納山區 這個是創世記講 但是Gilgamesh Epic 第十一塊黎版 是講Mount Nimush 尼牧斯山 大概在哪裏呢 都是在阿拉納山區附近 阿拉納山 這個主後十一二世紀 才出現的一個傳說 華羅阿方舟 是停在那裏 這個傳說 Mount Ararat 現在在土耳其的東邊 這個就是Mount Ararat 就是創世記那裏講 但是Mount Nimush 就是在下面這裏 大概是這個地方 就是在亞術的北面 附近的地方 怎樣都好 這些地理的標籤 都被我們看到 是米蘇不達米亞的地極的地方 當時他們想像的地圖 這裡是平地 一個碟 一個圓碟 外面的地方就是所謂的宇宙山 Cosmic Ocean 頂著什麼 頂著上面一個蓋 那個叫做Rakia 在希伯內文 就是中文回來做窮瘡 因為窮瘡就是頂著上面的大水 頂著上面的大水 讓那些大水不會下 所以他們說這些地標 都是當時他們的地極之處 地極之處 船就停在那個地方 不准動 第一天 第二天 尼穆斯山上面 就停了這部船 不准它浮動 第三、第四天也是這樣 第五、第六天也是這樣 到了第七天 我就放甲子出去 甲子是來往反飛場 因為他找不到乾地 就回到船上 接著我就放甲子出去 甲子又來往反飛場 然後找不到乾地 他就回到船上 第三隻放出去的就是烏鴉 烏鴉飛出去 看到水退了 那隻烏鴉吃了一些東西 盤船 甚至還有睡眠 即是說有乾地 他就不再回來 紅水退了 這個船長 他就把船上所有的東西 帶出來 釋放出來 放它出來 去到地的四角 在山上 他就見了一座壇 他就放置了七個 有七個的祭壇 用的一些器皿 在祭壇上面 然後上面堆滿這些的 爐尾 這些香 他就燒著它 然後眾神靈聞到香味 就好像烏鷹一樣 就湧到祭壇面前 或者祭壇面前 為什麼呢 你們想一想 到底一個神禍是什麼 然後讓眾神到近前來 但是 有一個神不要讓他來 誰呢 那個就是Enli Enli 為什麼呢 因為開頭的時候說什麼 說要降洪水的時候 最大的眾神裡面 最大的一個 有這個主義的 就是Enli 其他眾神就說 Enli不可以來吃這些祭物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瞞不講理 瞞不講理 降下洪水 亦都打算去滅掉所有的人 突然間 但是這個時候 Enli就到了出現的時候 他就看到有個船在那裡 他就很生氣 很生氣 就對眾神滿懷憤怒 為什麼呢 因為是Enli的主義 要去滅所有人 為什麼會有人生還 那個Enli就問 沒有人 不應該有任何人是僥存的 然後另外一個神明 就是叫做Ninuta 他就準備開口 就對戰士Enli說 知道為什麼 除了Ear之外 誰會計劃這些事 誰會做得出這些事 因為Ear就像全資的神 很有智慧的神 所以有幾個神出現 Ear就說 為何會令人生還 原來入數的就是Ear Ear就準備開口 對戰士 因來而說什麼 就是罵他 去刺激他 就是戰士你是眾神的聖者 你為什麼會盲不講理 你會導致洪水泛濫 然後懲罰眾人 罪人的罪 懲罰有過犯的人 應該寬容 免得有人被斷絕 忍耐 不要讓他們全部被滅 為什麼會降洪水 因為洪水是大家最害怕的東西 你記得在臨東的宇宙觀裏 未創造的時候 是有什麼 大水 大水的混沌是最大的威脅 給任何的災難 都是沒得給的 因為水再淹沒 這個世界就什麼都沒有 可以有獅子 可以有狼等等 但是洪水 就很大件事 將整個創造 去淹沒等等 連眾神都會害怕 因為眾神都會怕這個大水 Kid 繼續說 揭開眾大神的秘密 不是我 我讓他見到 讓人見到異夢 這裏就說回阿達哈斯斯 出來 阿達哈斯斯 就好像這個 同一個 因為阿達哈斯斯的epic 裏面 他都是 紅水的生還者 跟Una-Pashim 一樣 所以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名字 現在 阿達哈斯斯 聽見眾神的秘密 現在 他生還了 就應該為他定一個計劃 然後 發生什麼事 恩利爾就走到船上 他就牽著Una-Pashim的手 把他帶上來 也把他的妻子抱過來 他的妻子跪在他面前 他就知錯了 他就摸一摸他的頭 摸一摸他的味 然後 站在他們夫婦中間 祝福他們 祝福他們什麼呢 這裏就最後了 接著那些我沒有反應 最後 這個Elite就說什麼 他說 以往到現在 這個Una-Pashim 只不過是一個人 凡人一個 現在 這個Una-Pashim和妻子 將他變成好像我們眾神一樣 Una-Pashim就可以住在哪裡 住在Far-Off的地方 At the source of the rivers 即是去到這個 至極遠處 河流的水源頭的地方 即是眾神所住的地方 這樣他們把我帶到越至遠的極處 然後就住在河流的源頭 我們暫時把這個故事說到這裏 之後發生什麼事 之後就是Una-Pashim 類似說一些解釋 跟Gilgamesh epic 再有一個小結 然後 那個故事就說 Gilgamesh 都是得不到這個永生 最後都是要死 他是魔徒 我們看到這裏 大家覺得 到底這裏的神禍是什麼 你看這些東西 好像看一些華人民間的信仰 裡面有的那些故事 即是觀音的故事 或者土地神的故事 神靈的故事等等 看這些近東的神話 有一點點像是看那些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是多神論 多神論 我們可以再下一次 再去總結一下 有系統地總結一下 這裡起碼可以留意到什麼 中神是怎樣的 眾神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你爭論我,我爭論你 這個世界誰真是主宰 沒有主宰 整班神都是自己吵架 想不到為什麼他們會做這件事 因為沒有解釋原因 沒有道德的原因來解釋 為什麼會有洪水降下來 另外,神學 有什麼神學呢? 就是米蘇不達馬的神學是怎樣的? 就是他們想像這些眾神的時候 這些眾神,遇見洪水是怎樣的? 遇見洪水 看看哪一章 哪一章 他們說他們很害怕 有洪水來到的時候 他們好像狗一樣 是畏縮的 他們都怕怕 因為他們都搞不定洪水 因為我們說過 創世紀第一章 創造背景的時候 就是創造的故事 很多時候近東人用的概念 就是誰可以將大水分開 使喊地露出 這個所謂創造 能夠做到這件事的神靈 那個才是值得敬拜的 所以為什麼創世紀第一章 又是說到大水 又是說到真正的創造主 唯一的創造主 就是他可以去到克服大水 大水都要聽他說 事就這樣成了 但是這些眾神 在米塑不達米亞裏面 民間裏面 就不是這樣的 他們都搞不定 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像那些婦人 他們這樣形容 去到新淫等等 然後就覺得 這件事我們都搞不定 我們都會死的等等 所以 你用這樣的背景看看 聖經裏面有沒有這樣的描述 跟這些造成一些爭辯 告訴他們真正的神是怎樣 真正的神 遇見洪水的時候應該是怎樣 所以 這裏是神學 第二 另外一點 神學 就是 講到沿了洪水的時候 有獻祭 有獻祭 Gilgamesh Epic Tablet 11 就說這個 Unopage Team 就是所謂的船長 就是洪水的生還者 拍了一艘船 然後 他就把船裏面的東西拿出來 釋放他們 動物等等 然後他就見了一座壇 放置這些器皿 然後就去燒香 燒香給眾神 有祭物給他們 眾神聞到香味的時候 就像蒼蠅一樣 湧去這些祭物 湧去這些聖物 其實是一些很現實的描述 因為近東的廟去到獻祭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這種情況 像烏蠅一樣 沾上去 是很骯髒的描述 為什麼會形容它們為烏蠅呢 這裡 我們可以做對比的文學 其他洪水的故事 我們希望將來可以看到 比如阿達哈斯斯斯 形容洪水的情況 又是差不多這樣的 洪水來到 眾神知道死了 他們很害怕 然後洪水過了 洪水的英雄阿達哈斯 就會祝壇 然後獻祭 獻祭的時候 那些眾神就像烏蠅一樣 躲在那些祭物裡 阿達哈斯斯斯斯 或者其他的洪水故事 就會形容他們很餓 為什麼會餓呢 原因就是 這些眾神就像人一樣 在美術不達米亞的文化裡 他們都是有需要的 跟人一樣 你記得我們曾經提過 阿達哈斯斯斯斯的時候 開頭 為什麼 那些眾神要做人類 因為那些小的那些眾神 低等的那些眾神 做事很累 因為他們經常要供應給那些大的神 要去耕田 然後有食物 給那些大的神 讓他們享受等等 他們就投訴 然後那個大的神就說 不如我們做一些人類出來 然後他們做了七對人類 做了一群人出來 就叫他們服苦 那些人類就按時按後 初一十五就是去燒香 還有去獻祭肉 給這些上面的神靈 等這些神靈能夠吃飽東西 這裏洪水發生 發生什麼時候 人們沒有了 所以寺廟也沒有了 人們去不到寺廟去獻祭 所以久了的時候 這些眾神 吃少一頓 再多一頓 就開始肚餓 肚餓的時候 他們就很辛苦 就開始明白了 為何要降洪水 我們現在後悔了 因為降了洪水 沒有人去燒香給我們 沒有人去煮飯給我們 我們便很餓 幸好這個Ear 就救了這個Unapeche Team 於是他在洪水之後 他再獻上這些聖獄 這些祭肉 然後這些神就好像很餓 那些烏鷹一樣 一直湧過去 你看到這個神學 就是人和那些神靈 是一個互相互補的關係 神又需要你 你又需要那個神靈 所以你就去到定時定後 就去到供奉他 他就定時定後 來祝福你 英文可以叫他 Symbiosis 即是一種雙妻的關係 神在米索不達米亞的眾神觀裡面 多神觀裡面 不是自有永有的 他是有需要的 好像我們人一樣 所以人就需要一定時候 就要供奉他 所以我們看了幾樣 第一 那些眾神有沒有同一個意志 沒有的 大家吵架 第二 就是洪水來到的時候 神的反應是怎樣 大水來到其實是最大的威脅 他們都會害怕 第三 就是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這些眾神和人的關係 是一種互相互補的關係 那你就去想想 在這些背景下 你可以看到 不單止是羅雅的 鳳水的故事 就導出了另外一種 自然不同的 一種的神學 一種的theology 也導出了另外一種 完全自然不同的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的圖畫 看看創世紀 第六章 這裏做了方舟 看哪裏 第八章第一節 水勢洶湧在地上有150天 然後我們說整個故事的轉折八章第一節 神就紀念羅雅和方舟內一切的走秀帶地 神使風吹過 整個故事有沒有說神如何害怕 沒有的 一件事都在他控制底下 C編是不是29編 大水泛濫的時候 要說助著為王 世界發生什麼事都好 神都不會怕 因為神掌管了所有的事 連大水都在他的管理下 大水都是要聽他的話 受他控制 所以這裏給我們看到 創世紀想寫一個 以正事聽的一個 洪水的故事 去改正當時的人怎麼看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歷史裏面有的洪水 藉著這個事件 導出一種完全不同的神學 再想一想 除了一神和眾神的分別 神在洪水裡的反應 眾神就害怕 又肚餓 耶和華就助著為王 第三就是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神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裏可以說少許 然後下次再講一講 我們在六章開始的時候 花了不少時間 去處理神的兒子的問題 處理什麼? 為什麼要有洪水? What is the reason for the flood? 在米蘇不達米亞的 Cooker Mission Epic 這些故事裡 沒有什麼解釋 洪水為什麼會來的 剛才我開頭的時候已經說了 大約很多時候的原因 都是因為忠神分不了教 又是這些神好像人一樣 有需要 太吵的時候分不了 人太多了 他們太吵分不了 他們安息不了 於是他們就要去滅感人類 以至他們能夠得意睡眠 為什麼會有洪水? 就是因為他們睡不著 你猜到猜不到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 這是什麼原因? 但是在創世紀 就很清楚說這個原因 是一個moral reason 因為人的罪惡 氾濫 然後他們敗壞了全地 地上的行為也敗壞了 不僅是敗壞他們的生命 也敗壞了所有事情 地上充滿什麼? 暴力 暴力 第十一節 地上充滿暴力 這裏有幾個字 最尾那句 地上充滿暴力 就是三個字 在希伯來的聖經裡面 三個字 第一個字就是充滿了 廢物餌 即是It is filled 然後廢物餌 Harris Hamas Harris 即是地 全地 Harris 就是 violence 暴力 粗暴 或者殺害 無辜生命 其中一個的意義 Harris 這個字 如果你可能聽過現代的新聞 講到尾巴衝突的時候 在Gaza Strip 在Gaza的地帶 就有一個政黨 叫做Harris Harris 那些恐怖分子 就是用了一個這樣的名字 我不知道他們故意用 還是怎樣 但是一個很適合的名字 因為他們做的全部都是暴行 去殘害平民白城等等 Harris 就是這個字 六章第十一節 創世紀就是這樣形容 上帝觀看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發現有些什麼 發現只有 Hamas Filled with Hamas 即是有很多暴行出現 所以這些人 都不需要上帝 去到 去到毀壞他們 他們自己已經毀壞了 血肉之軀在地上的行為 都壞了 其實他們按了那個按鈕 是一種Self Destructive Button Self Destruction Button 自己毀滅自己 所以上帝說 不行 我公義的審判一定要來 所以六章 我花了很多時間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不單止 他花了一章字去討論 他亦都 這個故事 和其他這些洪水的故事 去解釋洪水的原因 都是特別鮮明的 解釋的時候 就是說 這些人是行惡事 所作所想的盡都是惡事 地上最大惡極 而我看到的時候 他就很遺憾 他又不是突然發怒 他很遺憾 因為大地被罪和暴行 都破壞了 所以他說 要按一個Reset Button 上帝說 要按一個Reset Button 等於我們的電腦 要按一個Reset Button 重新來過 所以聖經有很清楚的 道德的原因 去交代 為什麼會有洪水發生 又是一種以靜時聽的味道 因為很多其他的洪水故事 都說這些原因 眾神做的事情 完全是不合理的 所以羅雅洪水故事 就是寫出來 上帝啟示 去教導人 為什麼 什麼是道德 什麼叫做行義 以至不會遭致上帝公義的審判 所以是一個公義故事 講到上帝的公義 講到上帝如何維持整個世界的秩序 這個世界秩序是一種道德性秩序 所以呈現了一種很不同的神學 亦是一種很不同的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亦是一種很不同的世界觀 下一次我們繼續有系統 去處理這些種洪水的故事 以及創世的故事 對你有什麼鮮明分別的地方 這是比對研究 因為我們看的時候 這些故事 去到浪費浪費的比較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只說 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因為相似的地方 很多時候都是很表面的 你看到這些故事的脈絡 其實你閉上眼睛都猜到 一定會是這樣的發生 一定會有這樣的情節 相似沒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我們看到什麼 就是theological differences 聖經原來是跟當時世界 很熱烈的對話 這些洪水的故事 不是單獨的天下降下來 是有它的 context 去到以正視聽 去到教導人 真正的神學 教導人真正的觀念 好